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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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弄的动作 它的要领是这样的 首先说一下预备式 预备式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就是双脚并步 身体支离 两手称张 自然下铁 两大腿白侧 目死前防 第二个动作 就是 两张称圈 通司想抱摇剪 想抱摇剪的通司 这个偷啊 想做掰 偷想做掰 这是预备式的动作 第一动 第一路动作的要领是这样的 我们从预备式开车 身体坐转 坐脚向前买一步 然后 在坐脚买步的通司 坐收 先向前击除 然后 向后可达 先击除 后可达 在坐收可达的通司 右圈 向前击除 接下来 右圈 向下 向后可达 向下 向后可达 在右圈 向下 向后可达的通司 坐圈 向前击除 接下来的动作 坐圈 同样向后 向下 可达 右圈 向前击达 右圈 向前击达的通司 右脚 向前上步 一上将的是 它的右式动作 就是说 第一路 可达的 这个右式动作 那么坐式动作 结上式 坐式动作 结上式 右圈 向下 向后可达 右圈 向下 向后可达的通司 坐圈 向前击达 然后 坐圈 向下 向后可达 坐圈 向下 向后可达的通司 右圈 向前击达 接下来 就是说 右圈 同样 向下 向后可达 同时 坐圈 向下击达 坐脚 向前赏步 这是它的 坐式动作 两万坐式动作之后 然后 再做一遍 右式动作 再做一遍 坐式动作 然后 手势 手势的动作 通 一为十二 就是 方向不通 这个第一路 叫 可达 它 所以用的手法 主要是 制圈 向前击达 向后可达 量圈 是 后可 欠达 基本的手法 就是用的是 制圈 它用的是制圈 它的步伐 顺步 和要步 顺步和要步 这个它在 第一路 它的施斩用法 它的施斩用法 因为练的时候 由坐式动作 和右式动作 那么它的施斩用法 也是由 坐前式 和右前式 下半年 我们把它的施斩用法 把它讲一下 寿前将 右前式 把寿前将 右前式 耍法 都是右前式 咱里 我们练的时候 也是个右前式 右前式的 这个施斩用法 有这样三个 第一个 就是说 坐法 加入说 坐法 坐法用 坐圈 几大窝 雄辅部的时候 我用右手 选口向下可广 右圈 右圈 可挂的时候 坐圈 向前几大 这是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 就是当对方 用右圈 几大窝 雄辅部的时候 我用坐圈 向下 向后可达 可达的同时 右圈 右圈向前几大对方 这是第二个用法 那么第三个用法 就是说 当对方 用右圈 几大窝 雄辅部的时候 右圈 当然坐圈是一样的 右圈 坐圈 几大窝 腹部的时候 我坐圈 向下可达 可达通师 右脚上步 右圈向前几大 可达通师 走 走 这是脸收 他的实战用法的 右式动作 下面再说一下 他的坐式动作 坐式动作 我们来讲一下 坐式动作 同样有三种用法 第一 当对方用 坐圈 几大窝 雄辅部的时候 我用右圈 向下可挂 右圈可挂 同时坐圈 向前几大 当对方用右圈 击大我的时候 我用坐手 向下可挂 坐手可挂 同时 右圈向前击大 对方 用坐手 用坐手 击大我雄辅部的时候 我用右圈 向下可挂 可挂的同时 我上右部 上坐部 出坐圈 可挂同时 出坐圈 将对方击出 将对方击出 这个第一路 练手第一路 它的练法 以及它的 适用方法 就讲到这里 下面 将接第二路的动作 先把第二路的动作 做一遍 第二路 叫洛达 它的训练方法 和动作摇领 是这样的 从预备式二开始 也就是说 从刚才这个预备式二开始 身体坐转 坐脚向前每一步 通丝 右圈扁张 向前 向上 向右 朝锣 在右圈 朝锣的通丝 坐圈 向前击大 为了使大家 看清动作 我从正面进行降接 受限降接 幼时动作 受限降接幼时动作 从预备式二开斯 幼时动作 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身体坐转 坐脚向前上一步 然后 右圈扁张 右张 向左 向上 向右 朝锣 朝锣之后 仍然扁圈 手会右摇尖 在右圈 朝锣的通丝 坐拳 向前击大 我做一下这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就是 坐圈扁张 想右 想上 想坐 朝锣 朝锣之后 仍然扁圈 手会 坐摇尖 在坐 朝锣的通丝 右圈 向前至极 右圈 向前至极的通丝 右脚 向前上步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右圈扁张 仍然 想坐 想上 想右朝锣 朝锣之后 仍然扁圈 手会右摇尖 通丝 就是坐圈 向前至极 这是 他的右式动作 有这样三个动作 下面我们将 他的坐式动作 结上式 坐上 结上式 坐式动作 仍然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就是坐圈扁张 想右 想上 想坐朝锣 朝锣之后扁圈 手与坐摇尖 通丝 右圈 向前 击当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右圈扁张 想坐 想上 想右朝锣 想坐 想上朝锣 朝锣之后扁圈 手会坐摇尖 通丝 坐圈 想前 击当 坐脚 想前 上步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就是 坐圈 扁张 想右 想上 想右下场 想坐 炒锣 炒锣之后 仍然扁圈 手会坐摇尖 通丝 右圈 向前击挡 这是他的 坐式动作 当做完坐式动作之后 再做一遍 右式动作 右式动作 做完一遍以后 再做一遍 坐式动作 第二路就是 坐油式 动作 各左两遍 第二路 它叫落搭 之所以叫落搭 因为在他的手法上 用的是 落差击打的手法 他用的基本的手法 就是 落差 牵手落差 一手落差 一手极当 前手落差 后手极当 基本用的是这样的手法 在步伐上 用的是顺步 和要步 它的实战 积极涌房 下面我们降一下 我们仍然以坐牵式 和右牵式 来降接 因为练的时候 有坐式动作 右式动作 说应用的时候 也有坐牵式 和右牵式 我们受限将坐牵式的动作 坐牵式的用法 有这样三个 第一 当对方 用他的坐牵 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坐手朝锣 坐手朝锣的通司 坐手朝锣的通司 右拳向前击打 这是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 就是当对方 用右拳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用右拳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我右手进行朝锣 右手朝锣的通司 坐圈向前击打 击打对方的内部 击打对方内部 这是第二个用法 第三个用法 就是当对方 用坐圈击打我头部 用坐圈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坐手朝锣 朝锣的通司 我上步进身 击打对方 上步进身击打对方 我们做一下 第三个动作 这是 他的坐式动作的用法 下面我们将 他的右式动作的用法 右式动作的用法 同样有三个 第一个 从对方用右拳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右拳进行朝锣 想右 那叫朝锣 朝锣的通司 用坐圈击打对方的内部 这是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 就是当对方用坐圈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坐手进行朝锣 我用坐手进行朝锣 朝锣的通司 用右拳击打对方的内部 击打对方内部 这是右拳式的第二个用法 右拳式的第三个用法 就是对方用他的右拳击打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右手 右张 朝锣 朝 朝锣 朝锣 通司 我要上部 紧绳 用右拳 用坐拳 击打对方的内部 我们再做一下这一个动作 走 关于第二路的动作练习 以及适用方法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将接第三路的动作 先把第三路做一遍 从预备式二开始 下边将接第三路的动作 为了使大家看得清楚 我们还从正面进行将接 第三路 叫横雷 他的动作从他的预备式二开始 他的要领啊 是这样的 身体坐转 坐脚向前满一步 然后 右拳 向前 向右 横广 右拳向右横广 坐圈呢 向前 向右横大 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动作 接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右脚向前上步 右脚向前上步 然后坐圈 向左 向后可广 右拳呢 向前横道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就是右拳 向右 横广 右拳向右横广 同时坐圈 向右横荡 我把这几个动作再做一遍 刚才讲的是 这是 这是他的右式动作 他讲的右式动作 接下来是他的坐式动作 坐式动作 就是 坐圈 向左可广 右拳呢 向左横道 然后 右拳 向右可广 右拳 向右可广 右拳 向右可广的通知 坐脚向前上步 坐脚上步的通知 坐圈通知 向右横荡 第二个动作 那么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 坐圈 但想坐 横 横广 横壳 横广 右拳呢 向左横荡 这是他的 坐式动作 坐完了坐式动作 以后 然后 再坐一遍 再坐一遍 右拳动作 右拳动作 走完一遍 走完以后 再坐一遍 坐式动作 然后 变为首饰 变为首饰 这个 第三路啊 它叫横雷 名字叫横雷 第三路的名称叫横雷 之所以叫横雷 因为它 适用的圈阀 主要是横当 两圈 由于一圈横挂 另一个圈 就横当 在它的退法上 第三路 它的退法上 主要用的是 由 拱步 当然顺步 要步 和拱步 它的 关于第三路的 它的施展用法 我们把它解释一下 把它讲解一下 施展用法的时候 照样由 坐前式和右前式 量中 因为我们这个 练手啊 它练的时候 都是由坐式动作 和右式动作 营用的时候 正好是 坐式 右式 练的时候很全面 营用的时候吧 又是很全面 说营用的时候 有这样 有三个用法 说说右式动作 有三个用法 第一 对方 用坐圈 挤到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右 我用坐圈 想坐 横挂 坐圈横挂的同时 右拳 横当对方的头部 横当对方头部 这是一种 右拳是第一种用法 那么第二种用法 就是 对手 用右拳 挤到我头部 用右拳 挤到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右拳 享有 横挂 右拳 享有横挂的同时 用坐圈 挤到对方的头部 这是第二个用法 那么右拳是 第三个用法呢 也就是 对方用坐圈 挤到我头部的时候 往往这种动作 说这个第三种用法 这是右拳式的几个用法 下面再降一下 刚才讲的是坐圈式的用法 下面再降一下右拳式的几种用法 右拳式几种用法 同样有三种用法 第一 对方用右拳 挤到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右拳 享有 横挂 右拳横挂的同时 你坐圈 挤到对方的头部 这是一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 就是当对方 用坐圈 挤到我头部的时候 我用坐圈 想坐横挂 像坐横挂 坐圈横挂的同时 用右拳 挤到对方的头部 第三种用法 就是对方用右拳挤到我头部 我用右拳 想右横挂 横挂同时 我上步 紧绳 上步紧绳 用我坐圈挤到对方头部 挤到对方头部 关于第三路 他的练习 以及适用 就讲到这里 下面讲解 迪斯路的动作 先把迪斯路的动作 做一遍 从上市 一位十二开始 第四路 叫活达 之所以因为叫活达 是因为迪斯路用的圈法 用的是活圈 下边 我们举踢 降界他的动作要领 从预备十二开始 身体坐转 坐脚 向前 买一步 然后 坐圈 先向前 击除 然后 向后 向下 可挂 同时 同时 右拳 向前 活达 用这个圈法 向前 活达 密宗圈当中 圈法 之一 叫活达 活达就是说这个圈 圈头 圈面 向上 向前 向上 向上 向前 叫活达 这是 第一个动作 接下来的第二个动作 就是 右拳 击除之后 比内宣 降下 降下 降后 可挂 降下 后可挂 在右拳 降下 降后 可挂的同时 坐圈 向前 活达 坐前 向前 活达 这是 动作二 动作三 坐圈 坐圈 技术之后 比内宣 降下 降下 降后 可挂 同时 右脚 向前 上步 右拳 向前 向上 活达 这是 他的右识动作 右识动作 现在我把右识动作 几个动作 我再练一遍 预备是二二开刺 这是 他的右识动作 下面我们将 借着将 他的坐式动作 坐式动作 我可以从正面将 为了看得清楚 从正面将 他的坐式动作 就是 截上 右拳 击除之后 右脚上步 右拳击除之后 右拳 比内拳 向下 向后 可挂 右拳 可挂的同时 坐圈向前 几道 接下来呢 坐圈在 向下 向后 可挂 仍然是 比内拳 向下 向后 可挂 同时 右拳 比外拳 向前 向上 破大 这是 坐牵式的 第一个动作 坐式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就是 坐圈 比内拳 向下 向后 可挂 向下 向后 可挂 同时呢 右拳 比外拳 用圈面 向上 向前 活大 这是坐式的 第二个动作 那么坐式 第三个动作 当右拳 击除之后 圈 比内拳 向下 向后 可挂 坐圈呢 向前 向上 击挂 同时 右脚 坐脚 向前 上步 这是 坐圈式的 三个动作 做完坐圈式 三个动作之后 然后 再做一遍 右圈式的动作 再做一遍 坐圈式的动作 做过以后 进行 称预备式二的动作 这个 炼兽敌四路 他讲的是 秘密总圈 用的 活圈 这一路 提前 他的 受法 主要是 主要是 可挂 活圈 向前 击挡 主要是 用的是 活大 那么从步伐 主要用的是 顺步 和药步 那么下面我们 降解一下 底四路的 他的施展用法 底四路 中用法 仍然有 坐圈式 和右圈式 练的时候 有坐式动作 右式动作 那么用的时候 仍然有 坐圈式 和右圈式 我们受前将 右圈式 受前将右圈式 右圈式 应该有这样 几个 有三个 用法 有三个用法 第一个 就是 当对方 用坐圈 击到我 雄步的时候 击到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右圈 向前向后 可挂 右圈 可挂的 同时 坐圈 向前 上上 活大 对方的 下何步 这是第一种 用法 那么第二种 用法 就是对方 用右圈 击到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坐圈 想想 想想 向后 可挂 可挂的 同时右圈 想上 想前 活大 活大 对方 下何步 第二种 用法 那么第三种 用法 就是 对方 用右圈 击到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坐圈 向可挂 可挂之后 通车 为了击到 有力 游的时候 也是因为 距离可能远一些 为了击到 有力 上步 近身 用右圈 击到对方的 下何步位 这是讲的 他的 右圈式的 三个用法 下边再讲一下 他的坐圈式的 几种用法 坐圈式 同样有三种用法 第一种用法 这是对方 用右圈 击到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坐圈 向后 向下 可挂 可挂通私 用右圈 向前 击到对方的 下何步位 下何步位 这是 七一 七二 就是对方 用坐圈 击到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右手 右圈 向后 向下 可挂 可挂的通私 用坐圈 向前 击到 对方的 下何步位 第三种用法 就是对方 用坐圈 击到我雄步的时候 用坐圈 向下 可挂 可挂的通私 上步进神 用我的坐圈 击到对方 下何步位 以上就是 讲解了 第四路的 系列方法 以及它的 适用方法 下面将间 底屋路的动作 先把底屋路的动作 做一遍 从预备式 二开始 身体坐转 首先 首先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是 右手动作 身体坐转 坐脚 向前 跨一步 然后 坐圈 用坐圈 向右 可挂之后 向左 向上 反正 这是 右手动作的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就是 坐转 向下 向右 向左 可挂 坐互向 向下 向右 向左 可挂 然后右圈 向前 向左 向上 可挂 这是第二个动作 那么第三个动作 就是 右圈 向左 向下 向右 坐互向可挂 坐圈 向前 向右 向上 向左 可挂 第四个动作 就是 右脚 向前 上一步 同时 我的右圈 向前 向左 向上 向右 进行 可挡 然后 跑挡 同时 坐圈 仍然 向右 向下 向左 可挂 这是它的 右圈式的动作 咱们截截式 下步式 坐圈式的动作 同样是 右圈 向左 向下 向右 可挂 坐圈 想 向左 向右 向前 向上 排挡 然后 坐圈 向下 可挂 右圈 向上 排挡 接下来 右脚 向前 上步 通私 坐圈 向上 向 向 坐前 上防 撇搭 右圈 向下 可挂 这是它的 坐式动作 做完了 这两个动作之后 然后 再做一遍 右式动作 再做一遍 右式动作 再做一遍 坐式动作 变成 预备式 二的动作 底屋 它叫 粘挂 之所以叫 粘挂 因为它这里边 用的是 两个粘圈 一个是 胆粘 一个是 爽粘 在步法上 用的是 顺步 腰步 和公步 在 券法 适用上 它用的是 撇圈 和挂圈 有 单圈 单圈 撇 和爽 撇 也就是说 单站和爽站 下边 我们举题 降解一下 它的 适用方法 首先将 它的 坐券式 坐券式的 这个适用方法 坐券式的方法 有这样一个 这样几个 第一 就是将它的 胆粘 对方用坐券 致及我 雄步的时候 致及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坐券 坐小臂 降下 降右 可挂 跨 也叫跨 在秘义圈当中 这种尽力 也叫跨圈 跨 跨式 以横力 颇熟力 跨 坐小臂 可挂之后 可挂对方的 小臂之后 不听 可挂以后 不听 随即 有权 向前 凡达 凡达 对方的 头部 这是 它的胆站 一种用法 第二 就将 它的爽站 它的爽站 它用法 是这样的 一 就是说 对方 用坐圈 击达我雄步的时候 我可以用 坐右圈 向下刻挂 右圈向下 刻挂的 同时 我的坐圈 从这 从我的 右比例 向上 向前 可挂对方的 头部 可挂对方的 头部 这是 爽站的 一个用法 爽站 第二个用法 对方 用右圈 击达我的雄步 我用 坐圈 可挂 用坐圈 可挂 同时 我的右圈 从我的右比例 向上 向前 反扎对方的 头部 反扎对方 头部 这是 它的 右是 坐式动作的 用法 下面我们再 讲解一下 它 右是动作的 用法 右是动作 用法 同样 有这样几个 一 胆栈 对方 用右圈 击达我雄步的时候 我用右圈 右小臂 想做 可挂 可挂之后 不听 顺便 上上反扎 对方的头部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的 摇领 就在于 对方 打了以后 在于 咳扎之后 你不听 咳扎以后 啪尿咳扎一听的 对方 他有了防备 咳扎之后 一不听 不听 啪上去了 这样很容易抽象 这是他的胆栈的用法 双栈 那也是 一样的 对方如果用右圈 击打我胸部的时候 我用坐圈 向下可挂 可挂通私 用我的右圈 右圈从左北利 向前 向上 对方的头部 对方的头部 这是一 第二 要对方用坐圈 用坐圈 击打我胸部的时候 我用右圈 向下可挂 可挂的通私 就是 用我的坐圈 从我的右北利 向前 上反杂对方头部 反杂对方头部 底悟露 脸收底悟露 就是 粘挂的 它的吸链防法 以及它的实际应用 就讲到这里 下面讲解 第六楼的动作 先把第六楼的动作 这样一遍 做一遍 冲 预备十二 开始 第六楼 叫皮扎 它的动作要领 是这样的 从预备十二 开始 为了 使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 从正面 进行降接 身体坐转 坐脚向前转一步 然后 坐圈 向上 向前 向下 皮扎 右圈 身后 要求 这个是要求 推 要成坐公布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就是 右圈 从身后 向上 向前 向下 皮扎 坐圈 从身体 坐侧 绕一身后 第三个动作 坐圈 从身后 向前 向上 向下 皮扎 右圈 从身体右侧 要一身后 步伐 仍然都是 坐公布 第四个动作 就是 右脚 向前 上一步 两腿 要求 称 右侧 步 同时 右圈 从 身后 向上 向前 向上 皮扎 坐圈 要是身后 第五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就是 身体 坐转 两腿 起起 板顿 撑 马步 然后 两圈 从身前 向脚 向脚踏 然后 向上 向身体 一两侧 披扎 这是 右侧动作 下边我们将 接着将 坐式动作 坐式动作 右圈 从身前 向左 向上 向前 向下 披扎 两腿 右 马步 变为 右拱步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就是 坐圈 从身后 向上 向前 向下 披扎 右圈 从身后 绕于身后 从身体的右侧 绕于身后 摇球 拱步不变 接下来第三个动作 是右圈 从身后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前 向下 披扎 坐圈 从身前 摇去身后 摇球 这个 腿的动作 右拱步的动作 不变 接下来 第一四个动作 坐脚 向前 上一步 两腿 变成 坐拱步 同时 坐圈 从身后 向上 向前 向下 披扎 向下 披扎 右圈 从身体的右侧 摇去身后 第五个动作 做到身体 右转 右转之后 双推 曲奇 半蹲 长期 完美 撑 马步 然后 双签 又 雄签 脚叉 脚叉之后 向上 向身体 一两侧 进行披扎 披扎 进行坐实动作 做完了坐实动作之后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右式动作 右式动作 再做一遍 坐实动作 然后 手势 称 预备时 二的动作 第六路的系列 它的要令 就是这样的 第六路 从圈发上 应用的 主要是皮圈 皮扎 皮圈 那么从退发上 从步行上 用的是 拱步 和抹步 拱步转抹步 抹步转拱步 主要是 这个 这两种步伐的 专换 从 它的实际 应用上 也就是说 从它的手法 实际应用上 主要提下的 就是 皮扎 皮圈 下边啊 我们 具体降解一下 它的 实用之法 首先将 坐牵式 坐牵式的动作 坐牵式 它的应用之法呀 有这样几个动作 第一 就是说 对方用坐拳 击打我的 坐内部的时候 击打我坐内部的时候 我用坐拳 向下 咳扎 用坐拽 咳扎的同时 用我的右拳 向前 向上 是吧 向下皮扎对方的 对方 头部 这是 硬法一 硬法二呢 就是说 对方 用右拳 击打我的 内部 或胸部的时候 是吧 我用 右拳 将下皮扎 将下 咳扎 咳扎 同时呢 用我的坐拳 是吧 向前 皮扎对方的 头部 就是 硬法二 硬法三 就是说对方 是吧 有的时候 就是 我试用的时候 把对方 离我 距离 少远一些 是吧 用坐拳 击打我的 内部的时候 我用坐拳向下咳扎 咳扎 同时我赏 我赏步 吧 用赏步 用我的右拳 披扎对方 对方 披扎对方 头部 我们可以用 做一下 这个动作 这是第四个用法 同时啊 还有第五个用法 就是说 当 这几个用法 走完之后 是吧 还有一个 爽皮圈 刚才都是 胆皮圈 还有一个爽皮圈 抹扎爽皮圈 抹扎爽皮圈呢 它主要是 它的用法呢 主要是 突然 用爽圈 皮扎 左右 两名 与 龚魔的对手 具体 就不死犯了 以上我们讲了 坐式动作的 适用之法 下面 我们将 右式动作的 适用之法 我们以 右拳手为例 对方 用右拳 击打我 右肋 右肋的时候 我用 我的右拳 向前可挂 右拳 可挂 同时坐圈 从身后向前 披扎对方 头部 这是 一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对方 用坐圈 击打我 胸部的时候 我用 我的坐圈 向下可挂 对方的 坐圈 同时呢 用我的右拳 想上 向前想想 披扎对方的 头部 披扎对方的 头部 这是第二种用法 那么第三种用法呢 就是 对方 用坐圈 击打我 雄部的时候 是吧 我用右拳 向下可挂 是吧 可挂的同时 我上部 上桌部 用右拳 击打对方的脱部 击打对方的脱部 这个再练一步 再练一下 这个第三个用力法 坐 第六路的洗脸方法 和它的适用之法 就介绍到这里 比赛部